全红缠太无敌寂寞了 惊艳巴黎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斩获七个十分 在北京时间的璀璨星河中 8月6日悄然铺陈开2024年巴黎奥运会绚烂的篇章 夜幕低垂之际 一场万众瞩目的盛宴 女子十米跳台决赛正缓缓拉开序幕 预赛的舞台上 全红缠与陈玉希已展现出凌驾群雄之势 他们分别以霸主之姿 稳居榜首与刺席 成绩与实力之悬殊 犹如浩月之于繁星 不可同日而语 尤其是全红缠 这位年仅17岁的未免冠军 自欲在衣时 便以稳定而卓越的表现 引领风骚 每一月都似流星划破天际 极致半决赛 全红缠更是以421.05分的佳绩 继续巩固着她的领先地位 仿佛她的名字已与胜利紧密相连 即便最后一月做毕上官 贵官亦非她莫属 此乃网友细言 却也道出了她无可撼动的地位 而她的队友陈玉希 则如同另一位隐匿于暗夜的王者 倒数第二的出场顺序 并未削减她的锋芒 她的每一次动作都精准无误 入水瞬间水花被温柔地抚平 犹如陈希初照下的湖面 宁静而美好 9.5分两个9.0分的佳绩 是她实力的最好证明 82.50分的高分 是她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随后真正的王者降临 全红缠以同样的动作107B 上演了一场视觉盛宴 她的乐起是风与梦的交织 她的翻转是时间与空间的舞蹈 而她触水的那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之静止 七位裁判无一例外 纷纷亮出了象征着完美的满分10分 七个闪耀的10分汇聚成 她此轮比赛最辉煌的篇章 90分的满分 不仅是技术的巅峰 更是对梦想与坚持的最高颂歌 全红缠以这样的方式 向全世界宣告 金牌我志在必得 第一轮战霸 全红缠以满分的辉煌战绩 独占凹头 陈玉希紧随其后 以82.5分紧要不放 中国跳水队 在这场金银牌的争夺战中 已提前锁定了胜利者的席位 唯一待解的谜题 不过是金牌之勉将花落谁家 这便是无敌的寂寞 是全红缠与陈玉希的传奇 更是中国跳水队辉煌篇章的 右翼华丽助角